《梦想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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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霸布》 还有近两年的尤斐 《剑王朝》 且《诗天下》等等优质古偶中 皆有他的身影 可以说宗风炎常常一整年都基本待在剧组 出镜率很高 如今49岁的宗风炎 也大多都是出演长辈一类的角色了 但现实中的他还是很显年轻的 此番在剧中与任佳伦是演一对父子 作品杀青后 他也特别感谢了导演林玉芬跟任佳伦 称这次的合作非常开心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宗风炎每一部作品 虽然戏份都不多 但毕竟出道时间这么长了 所以不少观众对于他这张脸还是比较熟悉的 他发文后 评论区也是立马涌现了很多人佳伦的粉丝 纷纷给宗老师留言 自称是儿媳妇 亲切地称呼宗老师为爹爹爸爸公公等敬余 宗风炎也给其中的一位家人回复道 孩子大了 别做不了主 看不出来宗老师还是有幽默细胞在身上的 之前看他的作品 一直觉得他很严肃 要么就是看他演坏人 没想到真人还是挺接地气的 还能回复网友这样的问题 眼看住人家伦如今越来越红 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想嫁给他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 只可惜任佳伦一年早婚 媳妇仅有一个 他的妻子聂欢也成了很多女生羡慕的人 究竟是上辈子修了多好的福气 才能遇到任佳伦这么好的另一半 从早期就追随任佳伦的粉丝都知道 聂欢从他低估时期就一直陪伴左右 可以说整个青春都给了任佳伦 后来任佳伦在事业上升期官宣结婚的消息 一时间掉粉无数 资源受阻 这期间想必也是聂欢陪他走过来 任佳伦曾说自己完全知道聂欢的喜好 说明两人的感情很好 心中都时刻为彼此助想 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这些年 任佳伦一直将家庭与工作分开 把家人保护得很好 而家人们也很理性 喜欢任佳伦纯粹是因为他的能力 偶尔嘴上开开玩笑 但实际从不过问他的私人感情问题 任佳伦也一直将家人们记在心里 双向奔赴 无忧杜杀亲后的第一时间 任佳伦就立马空降热搜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家人 我想这才是追星最正确的方式 希望今后的任佳伦家庭幸福 事业继续红火 给喜欢他的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